大家好,來到快樂廣場的直播環節 如果家庭觀眾有事想問,Jason可以打電話來 電話熱線是204-6566 或是發電郵給我們 Email address是ask.bschannel.com Jason,你好 Johnny,你好 不如跟進一下,即是下午3時後 內地股市都收了市 可以一起跟進一下情況 今天上證助入指數來說 升了32點去收市 收位2061點 今天高位是2065點 低位是2023點 另外,互深300指數上升43點 升幅有接近2% 升位2246點 亦是很接近全日的高位 今天高位是2250點 低位是2198點 另外,深淨城市方面升了118點 升幅有1.5%,收部在8189點 今天高位是8211點 我一定要跟Jason談談內地的情況 這幾天都升了很多 而且升幅也挺明顯的 問一下Jason 都升夠了 另外,都看到很多不同的新聞 又或者是習近平總理都出來說話 不斷提振股市 又或者要維持經濟穩定的訊息 亦都看到股市有個不錯的復甦 問一下Jason 暫時來說,世壇是否好一點呢? 對上幾個星期 內地股市曾經跌穿2000點 當時就很害怕 大家就想,究竟會不會 續沉底的格局 都會不斷延續下去 但之前都不斷提醒大家 之前那股市跌下來 純粹都是一些心理上的包袱 或者大家都只是擔心一些 技術上的問題 包括一些解禁股 會有機會沽售 又或者一些新股 會排隊上市 對市場的資金壓力 都可能會比較大一點 但這些因素 其實都只是屬於短暫性的問題 中央方面 要控制新股上市 又或者要控制解禁股的數目 相信都一定有他們的辦法 所以單憑這些因素 就很難進一步推低A股 反而市場的焦點 重新擺到內地的經濟面上 特別到下星期 又有新一輪的經濟數據 會出台的時候 我相信都是一個正面的因素 可以提振A股 另外,下星期內地方面 經濟會議會正式召開 到時會不會中央方面的領導層 都會將明年的GDP增長目標 是會定高一點點 如果你看看昨天 內地的社會科學院 都將明年的GDP增幅 就定到8.2% 這個水平都調到市場之前 預期中的高 一旦下星期內地的GDP增幅目標 都算是有7.5% 甚至乎更高 又或者可能制定一些大方向 一些政策方面 接下來經濟的走法 是會怎樣走的話 相信都會進一步 可以穩定市場的信心 所以如果你說以一個 內地股市的層面來說 我相信進一步下跌的空間 就應該不是太大 甚至乎我相信 你說底部 應該都叫做 在之前來說是見了的了 去到下年 特別在頭兩季 我相信內地的A股 應該會有機會上回去 初步看 就是2,200點這些位置 如果你說整個基本面 進一步扭轉過來的話 我相信更高的指數 都還是在後頭的 其實未來見到11月份 亦都會有很多的重要數據 都值得大家留意 分別有CPI、PPI M2出口數字和進口數字等等 又或者是新增貸款 亦都有一些不同的券商 亦都預測了數字 好像美人美人方面 CPI就預測2.1 而PPI就跌1.8% 出口方面8.30% 進口就是30% 另外新增貸款 他們預測5,000億人民幣 似乎CPI方面 仍是維持在2%流上 而PPI也是要負數 CPI對上兩個月 就在1.2% 但大家都預計 通脹底部 應該叫做見了 拐點就應該會即將出現 所以你說今次的CPI出到來 是上2% 其實就一點都不出奇 但你都要看回 究竟下個星期的經濟會議 究竟在定限鏈的通脹目標 會有多少 一般來說 其實你說在4%流下 都屬於一個叫做 可以接受的水平 所以如果你說 都只見到現在的CPI 在2.3%流下運行的話 問題不是太大 中央方面 亦都不會在這段時間 這麼快要宣佈加息 又或者收緊銀根 所以我相信 當通脹都仍然處於一個 溫和的狀態 再加上其他的經濟數據 是慢慢轉過來的話 對於A股來說 都是有一個相當好的支持 既然這麼多數字 即將會出台 會不會下星期的數字 都會左右到A股方面的表現 如果投資者想入市 應該等到什麼時候 其實就不需要再怎樣等 正如剛剛說 如果我自己看A股底部 都叫做見了 去到夏年 有機會上去2,200 這些位置 都叫做一個相對比較低的位置 你說它會不會再打穿2,000點 給你去買貨 我相信機會不是太大 謝謝Jason仔 內地股市方面有分析 說完內地市 不如跟進一下個別的異動股 想和你談談 就是1212利福國際 市傳可能會有私有化方面的消息 不過你見到 劉聯宏也說到 暫時沒有這個意向 你見到股價方面 都受到消息 有個不錯的帶動 暫時升至7.5% 暫時升至18.6% 如果你看回數字 跟強制的私有化方面 其實又不是相差很多 現在這一刻 其實相差差1080萬股 就真的可以履行到 問一下這個可能性 其實又大不大 沒錯 你看到劉聯宏 最近在這幾個星期 都不斷增持利福的股權 現在的持股量 都去到74.3% 如果你看回上年的年底 持股的股 都只不過是六成半 你說到這些位 是否等於 他有意做私有化呢 我相信關係 就未必那麼直接 一來如果你說 他真的想私有化的話 他亦都沒有必要 故意去到 做到只剩下千多萬股 而不做了 因為如果你說 他只是差一點 而又不做下去的話 變相令到市場 就會乘機 就炒高股價 那接下來他真的要 做這個全面回購的話 代價就變相 會有個提高的情況 所以我相信 如果你說他真的要私有化的話 就不需要做一些那麼間接 和會令到成本提高的行動 那如果你說他不做私有化 那突然之間 增持會有些什麼目的呢 那其中有機會可能 就是說 他會不會在公佈業績的時候 會有機會派一個特別股息呢 那當如果他有預期 接下來他會增加那個派息 而他在這個時候 增持那個股權的話 那其實都是一個很正常的做法 那至起碼 如果他在派息的時候 自己都可以分多一點 那另外一方面 會不會他都要看好 那個本地零售業 又或者內地的白貨業 來著的前景 特別就是看到利福 其實你說在尾聲這一層之前 那個PE大概都只有15倍左右 如果你說以一個內需概念 特別是消費概念的板塊來講 其實15倍的PE都算是一個比較低的水平 那只要你說 就是內地的經濟真的可以慢慢回粉 特別就是說 接下來 就是中央方面都強調 說要增加回居民收入 希望擴大回那個內需市場的話 那這一類的白貨業來講 應該都不會說差得去哪裡 如果你說以短期的因素 特別接下來的聖誕節 又或者過一個農曆新年來講 都有機會 令到之前都叫做比較淡一點 那個自由行旅客 都可能會重新來回香港 對於那兩間show go來講 都是一個相當好的事 所以這次他的爭辭 我的看法可能對於前景來講 會是正面一點 但不等於立即觸發私有化 OK 好啊 Jason 如果是前景方面 就可以看好一點點 雖然今天都升了上來 如果要買的話 應該是否都等一等 等它回回一點點 是的 始終你說今天炒到這些位 和今年年中大概是18.9 這些阻力區都相當接近 這些位買下去就沒什麼肉食 反而等它落到大概18元左右 這些位才再考慮吸納 OK 好 麻煩了 Jason 我們這節的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真的想問我們問題 可以打電話來 電話二線204-6566 或者是發電郵給我們 休息一會